大家晚上好 所以你手中的周讯 他的题目就是我们教会今年的焦点 我不晓得在上一个礼拜天傍晚 有参加出席我们的这个通工感恩的会 大家挥挥手一下 阿们 感谢赞美主 你知道我们教会有多少位 就是有赠送T恤给那些 凡是有在30多个不同施工服侍的弟兄姊妹 我们教会有1250位左右弟兄姊妹 参与教会的36样不同的服侍 将荣耀给给主 那我深信还有另外的 大概是赞争教会人数的50% 也盼望另外50% 透过特别今年强调发挥你的潜能 希望大家能够参与 不单是在这个教会的事工 也包括在你的这个职场 那我在想在新春的气氛当中 我说主啊 有些什么的新春的主语 祝福的话语给弟兄姊妹 就是我想到创世纪 创世纪第26章12 13节 那里有八个字 日真夜胜百倍收成 好不好 创世纪26章12 13节 那里是讲到什么呢 讲到以撒 他在这个埃及面对饥荒的时候呢 的确很多人呢 希望要离开埃及 但是上帝对他说呢 我是你的神 我与你同在 即便是在饥荒的当中 你继续的扎根 所以他们就仍然留任在 这个基拉尔的地方 但是在那个地方呢 虽然就面对饥荒 但是呢 上帝却一百倍的祝福他们 所以我想到呢 今天你我所面对的 楚的时代也是类似 面对许许多多的未知数 但是我相信 当我们尊荣神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以撒的神 也就是你我所相信的神 阿们 宣告2020年 在座的每位要经历什么呢 忘记了 八个字 第一 日真月圣百倍收成 你相信吗 相信举手 我奉耶稣来祝福你 让你能够经历 今年2020年 日真月圣百倍收成 哈利利亚 感谢赞美主 我要我的信息 对不起 好 我们 特别这几个月 这三个月我们会继续分享教会的焦点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也是朝着这个方向 就是发挥你的潜能 但是呢 这个潜能是谁给你的呢 发挥上帝赋予你的潜能 我深信呢 当我们懂得发挥 能够发挥上帝给我们的潜能的时候呢 我深信呢 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阿们 我相信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去发挥神给你的潜能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在你的事业 在你的各方面要经历不一样 那你这个你看到什么呢 这个就好像所谓的冰伤一角 所以就是说呢 什么是潜能 潜能就是潜在的可能 能够发展成为现实 就是说这潜能呢 你去发挥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什么 你我每一个人都有潜在的可能 问题我们也没有好的 去发挥出来 也就是说呢 我们说潜能是什么呢 上个礼拜也讲到 潜能是什么呢 还未开发的宝库 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 不论是在身心灵各方面呢 神都给我们的潜能 是神给我们的 还没有被开发的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要发挥你的这个潜能 或者说呢 潜能就是代表 已经发展完善的你 也就是说 当你还没有发挥你的潜能的时候呢 就表示呢 你这个人呢 还不够完美 不够完善 因为有很多很多 未发挥的潜能 所以你会发现到呢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呢 冰伤的一角 你所看到的冰伤呢 只不过是它原来的什么 百分之十 其实呢 这些科学家也告诉我们呢 我们的人脑也是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的发挥 只不过你潜在能力的多少呢 百分之十 所以许多科学家发现呢 那通常人只是利用 大脑一个极少的部分 就是十八千 包括透过这 这个 今年的这个焦点呢 那些已经发挥潜能了 你是否可以再发挥多 另外百分之十呢 或者那些还未发挥潜能的话 你是否呢 真的 透过这个信息 今天晚上帮助你 如何开始行动 我深信呢 你的生命呢 就不再一样 那他们发现呢 如果呢 每个人之后呢 能够发挥一大半的 大脑的功能的话呢 他们说呢 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多少种语言呢 十四种语言 你可以背 整本的百科全书 真的是不可思议 你说 圣经节 一届圣经节 我都很难背 就是你有没有去操练 而且呢 他说呢 真正发挥你潜能的话呢 你可以拥有十二个博士的学位 就是 也就是给我们看到神所造的这个人 那你看到什么 这个 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大 大笨像 大笨像 气力大 但是记忆很好 但是呢 该记的不记 也就是什么呢 为什么这大笨像呢 直接被这个 一个的木蠢 小小的木蠢 圈在那个地方 你看马戏团的话 你会觉得他是很笨吧 这么小的话 脚一踢下去的话 那根这个木蠢就断掉 但是为什么 他还是乖乖的在那个地方呢 因为呢 他的脑海带里面的 记忆他以前小象的时候 曾经设法要挣扎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呢 他的脑海里面 他发现到呢 以前我不能做 没有办法 所以他说呢 我现在也一定不能 所以也就是说呢 被他的什么呢 思想 也就是说 被一些的旧的观念 什么 所捆绑 所以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能发育权能 乃是我们很多很多 负面过去的负面的经历 使到我们不敢 再去这个发挥 所以我深信呢 不论你的潜能有多大 但是呢 是必须什么呢 活得授权的 所以你授权 你给你自己本身 我深信呢 上帝能够来帮助你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 都在跑这个马拉东 他说 Whatever distance you believe you can run is the exact distance you will end up running 我深信在座 有多少位已经跑了 41点多的 有没有 会不会走 不好意思举手 对不对 但是很多是什么 是从5公里 10公里 21公里 42公里 我相信呢 这个也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讲的 就是 发挥就是要把它行出来 不是单单你知道 你有什么潜能 但是呢 如果你要发挥 你的潜能的话呢 你必须要知道 你拥有些什么的潜能 对啊 你有的话 你就能够发挥 所以 那么如果你要知道 你拥有什么资源的话呢 当然你必须要先什么呢 肯定你的身份 你所试 决定你所能 你所试 你所试 决定 你所有 对不对啊 所以我相信呢 求神来帮助我们 能够呢 好好的 上于发挥 上帝 给予我们的 这个的潜能 所以很重要的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必须要肯定 我们的什么呢 肯定我们的身份 与这个地位 想到摩西 当神要摩西 带领一些人 出埃及的时候呢 摩西说 他能够不能够啊 不能够 因为摩西对上帝说 我是什么人 竟然能够呢 带领 所以为什么摩西 认为他不能呢 因为他不是 他不认为 他不肯定他自己 但是神说 我必与你同在 你不能 但是我与你同在 所以也就是说呢 当你肯定 你的身份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了呢 大家跟我说 我是 所以 我能 我不是 所以 我不能 所以也就是说呢 非常的重要 要发挥潜能的话 你要知道 上帝给你的身份与地位 而且呢 神给你的身份地位 他一定给你这个资源 赐给你的资源呢 去什么 去实行 所以这里讲到呢 我们的价值 今天你我的价值 不在乎你所拥有的 你的价值 乃是你的身份 阿们 所以今天很多人 不能肯定自己 所以呢 就去找那些 世上物质 以为说 他我有 就表示我 我所有代表 我所事 不是的 我所事 就代表 我所有 求神来帮助我们呢 所以呢 有一句话说 Your inner potential cannot develop without your willingness and conscious 不会各方面 但是呢 你要知道 神给你的 神托付的 神一定给你这个资源 去完成 在你的职场 在你的这个服事上面 所以我们说呢 人生最大的这个悲剧呢 是怀疑自己的能力 认为自己做不到 认为呢 自己呢 无人为力 这个是最大的悲剧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呢 今天很多人 拥有潜能 但是呢 不能够去发挥 我深信说呢 大家有看到 这个什么 最强大脑 都是什么呢 他们都是什么呢 发挥他们的这个潜能 所以你会发现到呢 其实我们人体里面呢 是非常独特的 也就是说 在世界上呢 没有任何的指纹呢 是什么呢 是一样的 所以也就是说呢 透过这个指纹 你可以什么呢 去见病 当那个人去世的时候呢 按他的指纹 就可以找到他的 这个的身份 所以你会发现到呢 在人类 他们发现到 要让你肯定 你是特别的 因为呢 我们知道说呢 人类的身上呢 有什么呢 是三种 独特的地方 你没有发现 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 你每个人牙齿都不一样的 对不对啊 那么呢 也就是说呢 不单是牙齿 每一个人的什么呢 这个的红膜呢 也是不一样的 也是每个人耳朵的 这个形状 Shake pattern 也是不一样的 那每一个的 这个呢 眼周的区域 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的脚趾的指纹 也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 你的嘴唇 也有唇纹 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的 世界上 78亿的人呢 这个视网膜不一样 包括 每一个你身体的味道 都不一样的 Hello 那些喜欢吃咖喱的话 你会发现 刚才在一起 会闻到 咖喱味 我家里面呢 曾经的接待 这个外国人 他离开去的时候 我们打扫的话呢 有牛味 因为喜欢吃牛肉嘛 所以每一个人 语音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每一个人走路的姿态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中国的话呢 他的这个电子扫描 看你的走路姿态 他就能够知道你是谁 所以每个人手掌的死颜 包括这个DNA 那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告诉旁边的 事实上只有一个你 阿们 你会发现到呢 事实上 今天事业上有多少个人口呢 78亿 什么叫78亿 78 后面几个零呢 8个零 这78亿人当中 没有一个人的指纹是一样的 你想看一下 如果你造一个工厂 造国产车 每辆车不一样的话 告诉你 肯定是亏本的对啊 就是一个模型 拼命生产 所以呢 才会降低他的价钱 所以就是说呢 今天你我呢 都是唯一的 是我想到一首的诗歌 大家站起来 我叫你唱这首诗歌好不好 个麦斯丹 OK 这首的诗歌 OK 世界有你会更美好 来 预备 我们要做动作了 来 我们先唱好不好 世界有你会更美好 没有人能相依 神的眼中 神的眼中 你是宝贝 在世上 你就是唯一 你是如此 你是如此如此的别 你是如此如此的别 在上你的眼中 没有人能取代你 你是如此如此的别 在上你的眼中 没有人能取代你 好 我们做动作很简单的 在这个字幕 那 世界 OK 世界 有你会更美好 然后呢 没有人能像你 哈喽 神的眼中 眼睛 神的眼中 你是宝贝 在世上 你就是唯一 very good OK 然后呢 另外一个 你是如此如此特别 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三位 对吗 一 二 三 哦 你是如此如此 特别 在上帝的眼中 没有人能取代 哦 你是 如此如此 特别 在上帝的眼中 没有人能取代 等下我们唱的时候 跟对方唱的时候呢 你要尽量给他苗条一点 如此如此特别 你不要让对方相信 哦 你是如此如此特别 完蛋了 晚上睡不着觉 好 来 从头开始 来 世界 可以 可以 世界有力 为何美好 没有人能降下你 神的眼中 你是宝贝 在世上 你只是唯一 来 来 你是如此如此特别 在上帝的眼中 没有人能取代你 哦 你是如此如此特别 在上帝的眼中 在上帝的眼中 没有人能取代你 再来跟他翻两个两个做好不好 好 预备 一颗 世界有力 为何美好 没有人能降下你 神的眼中 你是宝贝 在世上 你就是唯一 哦 你是如此如此特别 在上帝的眼中 没有人能取代你 好 现在对自己唱 因我 OK 但是没有人取代我的时候呢 好 来 世界有我 世界有我 会更美好 没有人能想我 神的眼中 我是毛病在世上 我就是为你 我是如此如此的别在上你的眼中 没有人能取代我 我是如此如此的别在上你的眼中 没有人能取代我 没有人能取代我 OK 好 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没有人能够取代你 也没有人能够取代我 OK 所以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借助 可以说阿们吗 是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借助 也就是说呢 也就是说呢 在耶稣基督里面 神呢 造了我们主要的目的 要我们去什么 行上去帮助别人 其实呢 圣经告诉我们乃是什么呢 神已经早已经为你预备了 也就是你的潜能呢 是在你里面 主要要我们去什么呢 祝福别人去行上 所以就说呢 表示你是上帝的借助 也就是上帝呢 所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 是杰出的 我们也必须要相信呢 在上帝 我们每个人是上帝的艺术品 在上帝的艺术馆当中呢 绝对没有是刺激的 刺等货 上帝造你呢 都是什么呢 都是非常非常的独特 像我们知道我们是独特的话呢 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 不要去模仿别人 要真正活出你我的特色 不然会我告诉你 难怪你活得很苦 对啊 我要像这个人 我要像那个人 其实像你自己 告诉旁边的 做你自己 OK 活出你自己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今天呢 你我呢 是什么呢 是绝无仅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上帝 祂是特别的 个别的设计 刚才讲过 78亿的人口当中 没有一个人的指纹 这个体态是一样的 也就是在世界上呢 找不到第二个你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 所以你的构造是独特的 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也就是说呢 今天呢 你可以成为什么呢 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因为你是上帝所造的 什么是普通 普通就是什么 最坏的 最坏中的最好 最好中的最坏 这叫做普通 对吧 有些人他上普通班 就是最差班 他拿第一名 对啊 但是来到特级班 他拿最后一名 是什么呢 最坏中的最好 最好中的最坏 今天你我不是普通人 你我乃是独特的 所以当我们走在 人生的道路时候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拿去我们 许许多多 覆灭的这个种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会拦住你 什么呢 放弃你能够 为自己 为别人 为神所做的事情 所以求神主 挪去我们的 这一个的思想 所以我相信呢 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话 我们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 为什么呢 因为神经告诉我们 我们有一个宝贝 在我们有阿气里面 阿们 有这位宝贝 在你里面的话呢 神会给你那种的 这个毅力 这个决心 神会给你那种的信心 使到你什么 面对困难的时候 你不放弃 神会给你那种爱心呢 神的爱成为你一股 服侍的这个推动的力量 所以我想到呢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心中里面 都有这个宝贝 在瓦器里面 乃需要什么呢 显出那么大的能力 其实就是你的潜能 你能够发挥你的潜能 乃是因为什么呢 有这个宝贝在你里面 阿们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督他的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人最常犯的 三个错误是什么呢 就是相信 错误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意思是说呢 如果你相信错误可以避免 所以你不敢犯错 对不对 所以你不敢犯错 只有什么 你什么都不敢做 为什么呢 怕做错 为什么呢 觉得如果是错的话 是因为做错 所以我失败了 我做错 我是软弱了 不是的 失败是成功之母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呢 这个是个错误的观念 每一个人呢 一定会犯错的 做错误的决定 但是你不要以为错误的 是一种失败的象征 是一个软弱的象征 所以你必须拿去 这样的一个迷失 所以就是说呢 今天呢 很多时候怕被拒绝 怕犯错 所以一直放下 最糟的这个错误 什么呢 什么都不敢做 所以你发现 今天很多人呢 把钱埋没在坟墓里面 所以这个坟墓 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资源 求神来帮助我们 第二方面呢 的错误是什么 以为成功是属于哪一种人呢 那些聪明的 我笨笨傻傻的 有才干的呢 不是的 如果你接受这个概念的话 你什么都不敢做 因为我笨笨 我傻傻 对不对呀 那人会成功 不是因为他聪明 今天你会成功 乃是神给你那种什么呢 坚持不懈 可什么 渴望成功 为什么我们能够成功呢 有着宝贝在我们里面 我们能够发挥 上帝给我们的钱人 所以我第三方面一个错误的认知呢 就是改变的时候 当神要我们改变的时候呢 我们不愿意改 那当然你就没有办法的去这个呢 所以我深信呢 很多时候神透过我们的这个 透过改变 如果我们不愿意改变的话 你会发现到你没有办法进步 你也没有办法成长 所以今年求神来帮助我们 在你的职场各方面 为什么呢 当很多人为什么会拒绝改变呢 因为缺乏安全感 所以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 不敢去面对 怕错 对呀 也拒绝改变 我告诉你呢 要超练改变的话 我鼓励你 你看一下 每一次你来聚会 都坐在那个位置 对不对 有安全感 安全区 所以呢 你要突破的话 可以鼓励你 下一次聚会的时候 坐不同的位置好不好 哈喽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操练 如果连这个都不肯改变的话 不用讲了 不用谈了 免谈了 对不对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离开我们的什么 comfort zone 离开我们舒适圈 其实就是一个挑战的开始 如果你要发挥潜难的话 在生命中的每一个世界 所以就是说第一点 你独特的人生目标 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人生目标 抱歉因为这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不能够太过详细的讲 因为前面已经占据了 我25分钟的时间 感谢赞美主 那我相信呢 神之所以是我们全然的不同 乃是因为什么呢 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什么呢 特定的目的 所以你要学习做你自己 不要做别人 神给你的目的的话 这个的目标只有你 才能够发挥你的功效 因为是神给你的 那那个是什么呢 你为神所发挥的 就是你我所谓的什么呢 天国的目标 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 都是为做神的国来做的 什么是天国的目标呢 大家说 你透过自己独特的生命特制 在所处的时代中 为基督的身体 所做出的特定的贡献 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在你身体的那一个的肢体 去发挥神给你的 这个独特的生命的特质 也就是说呢 你的天国目标呢 那是远远超过你什么 你事业的仇犯 也就是说今天你在职场上 你的事业是你的副业 哈喽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 我的事业是我的正业 No 你的事业是你的副业 我们每一个人的正业 都是什么呢 天国的目标 凡我所做的 都是为主的言过 你必须要搞对 它是来自上帝特别的委派 也就是说你的事业 只是给你提供给你一个的平台 去什么 发挥你的潜能 来什么 实现这个什么 天国的目标 透过你生命的特质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你的事业本身呢 不代表这个天国的目标 也就是说今天呢 你事业好 感谢主 上帝祝福你的事业 当你的事业是你的副业 透过这个副业是一个平台 来发挥你的潜能 来什么呢 这个呢 成就神的 这个的国度 所以西伯来书 你给我们看到呢 圣经里面所使用的人 都是平凡的人 但是应做什么呢 应做信 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 我相信今天我们有宝贝在里面 我相信呢 神虽然我们是平凡的 但是宝贝在我们里面的话呢 我们能够为主做那不平凡的事 圣经里面好像挪亚 亚伯拉罕 约瑟 摩西在他所处的世代里面呢 就是什么呢 完成这个什么 天国的目标 成就上帝的美意 所以求神的帮助我们 让每个人都愿意 肯接受这个挑战 来成就这个天国的目标 所以我深信呢 要知道上帝所造你 成为怎样的人 就能够决定你做什么事 什么人就能够做什么事 所以你必须先肯定你自己 对呀 所以呢 你所事 就决定你所为 OK 所以我相信呢 我们必须非常清楚的 那你可以看 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手中的工作 在耶利米十八章第一道六节 他说什么呢 你在瑶将的手中 神对他使命说 你在瑶将的手中 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是这样 所以呢 神是什么呢 他特地的设计 那是唯一的独特的你 是神所托付给你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 我们每个人的特质 去了解你的 shape 今天晚上呢 就是会跟你分享 如果你不能够了解的话呢 你就没有办法去成就 神在你生命中 为你计划所要成就的 OK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什么是你的生命的特质呢 那一本书呢 它是用那本书写的 shape 那这个部分呢 我是从那个地方 走路下来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要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你必须要找到你的 shape 告诉旁边的 找到你的 shape 对不对呀 所以每一个人的 shape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问旁边 你是什么 shape 所以今天能发现到呢 人的身体呢 有apple shape OK 另外一个是离子的 这个垫步很大了 那个是离子的 shape 那有一个什么呢 那一个是世界标准的 杀的漏斗 漏斗 shape 那有些什么呢 那个是长方形的 所以不管到你的 shape 是怎样 但是呢 我相信呢 每当神给每一个人 一个任务的时候呢 祂是什么呢 祂一定给你一些的装备 是量身定做的 所以好像你去裁缝店的话 就是量身定做的 就是啊 你的这个身材的这个 shape 这个 shape呢 中文就叫什么呢 生命的这个的特质 那这个生命的特质 今天我也是知道 每一个人都有你的生命的特质 就是你有你的 shape s代表什么呢 代表就是说你的恩赐 OK 那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 heart是代表什么呢 是代表你的日程 代表你的心跳 有时候你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你很兴奋 那个是上帝要给你的 那个心跳 第三方面呢 就是你的才能 天生神给你的一些才能 有些很会煮 有些呢 很会画 有些很会跑 有些人各方面 头脑特别这个的信数等等 然后呢 a是代表什么呢 p代表什么呢 p是代表每一个人的个性 很重要的 有些个性是内向的 有些个性是外向的 那这些呢 都没有所谓好跟不好的 只是当你发挥的 你那一份 在你的岗位上的时候呢 都是好的 那另外一方面之后呢 你必须要找到你的经验 我相信你的经验 过去的经验 不论是好的 不论是坏的 这些呢 都能够帮助你 是什么呢 完成 这什么 找到你生命的特质的时候呢 你就能够什么呢 完成这个天国的目标 你的事业是你的副业 Amen 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找到 神给我们的shape 所以第一个s代表什么呢 代表shape 就是恩赐 所以恩赐是上帝给你的 这个的宝藏 我相信呢 也是神给你这个特别的能力 让你什么 借助这个恩赐呢 可以服侍别人 OK呢 并与别人来分享 主的爱 我身心的服侍 一种的服侍 是彰显流露上帝的爱 透过的恩赐 有些人有施舍的恩赐 所以透过你的施舍 什么呢 就能够发挥你的那一个的部分 对不对呀 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那恩赐呢 就好像是 你神给你一栏的这个的水果 是免费的 是属天所散赐的 是属灵送给你的 是白白给你的 但我相信呢 今天晚上没有办法跟你讲 这个属灵的恩赐 但是呢 从圣经里面呢 你回去呢 好好读哥林多前书 十二章 这个与佛守书第四章 还有罗马书第十二章 这三章里面呢 就把将所有的恩赐呢 都全部的列出来 那这恩赐有分成三种 一种呢 是彰显性的恩赐 好像医病 这种是一种彰显性的恩赐 一种呢 是侍奉性的恩赐 这五重的这个职份 另外一种是主导性的这个恩赐 好像是什么呢 就是说 治理的恩赐 施舍的恩赐 或者呢 多方面的 这个不在我们今天 在范围里面 但是我相信呢 每一个人呢 都有神给你的恩赐 所以呢 一起读 更多前书 第十二章第一节 弟兄们 论到属灵的恩赐 我不厌你们一无所知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有这属灵的恩赐 所以你的恩赐呢 不是用来 使你得益处 这个恩赐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服事 是为了什么呢 别人的 这个什么 别人的 这个的好处 所以 所以刚才已经讲过了 所以就说 恩赐的目的 就是要履行 神给你的 那个的职份 所以主要目的 去服事别人 所以不是 为了自己的享用 所以当你找到 你的恩赐的时候 不要埋没 给能够成为 别人的这个祖父 但是这种恩赐 要发挥的话呢 是什么 圣灵所给的恩赐 所以必须有主的灵 因为就有神的圣灵 当我们的运行的时候呢 就能够彰显 你的那种的恩赐 所以就是说呢 是圣灵决定 我们有什么的恩赐 所以你必须 你要怎么知道 你的恩赐呢 你必须发挥 很简单的 有人说 怎么知道 是我的恩赐 你喜欢做 这是不单是你的恩赐 有些人喜欢做 但是你做的时候 觉得别人也很喜欢你做 你说呢 我很喜欢带领敬拜 但是每次呢 你带的时候呢 就走阴 五阴不全 每个人不是在那里 享受敬拜 在那里忍受敬拜 忍无可忍 那你喜欢 别人不喜欢 所以是什么 你有什么恩赐呢 你做的时候 你很喜欢 而且呢 别人也很喜欢 别人应做 你做发挥的时候呢 得到帮助 那个呢 就是你的财干 那个呢 就是你的这个恩赐 所以我们不要浪费 为什么呢 当我们浪费 我们的恩赐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埋没恩赐 圣经告诉我们呢 其实什么呢 就是得罪神 就是得罪神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相信呢 我们使用 神要我们使用恩赐的目的呢 就是要来荣耀祂 当我们了解 发觉我们的恩赐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 所以你必须要说 分享 所以我深信服事别人 能够使我们更加的清楚 如果你 所以就是说呢 越用 恩赐 越用是什么呢 就越好用 你越用 你更加的 这个的清楚 我非常清楚 神给我的职份 就是一个教导的职份 所以就当我越超念的时候呢 就发现到呢 就是什么 越有神给你的 那个的恩典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你的服事 就是一个机会 帮助你去什么呢 当你在服事的时候 不一定你服事这个岗位 就是找到 但是你越做的时候呢 越肯定 如果不肯定的话 可能上帝要什么呢 换到另外一个 服事的岗位的层面 所以我想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的恩赐 不是为了表现 所以恩赐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的爱 所以很重要的 我们今天呢 用恩赐的时候呢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特别有这种先知 所欲言的这种恩赐的话 不然的话 如果为了这个是满足自己的 私心的话呢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给魔鬼留地步 所以就是说呢 当我们神给我们 有恩赐的时候呢 我们要非常的注意 要查验 因为呢 当使用恩赐的时候 有四个陷阱 第一个陷阱什么呢 比较 很多时候我就会比较 我有你 有没有啊 所以当我们一比较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这个骄傲 神给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啊 所以你不要说 因为他会讲道 我不会讲道 所以我没有用 不是的 所以很重要的 不要比较 告诉旁边的 不要比较 神给你什么恩赐 就发费 第二个陷阱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什么 投射 投射意思是说呢 我们有的盼望什么呢 如果我们期望 他人的残处 跟我们一样 每个人不一样 我会谈情 为什么你不会谈情 笨蛋傻瓜 不是的吗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够投射 你有的不一定别人有 但是别人有的 你不一定有 所以很重要的 你在有应用恩赐的时候 不要投射 第三个不要排斥 一个危险是什么呢 就是当神要给你这个恩赐的时候呢 你拒绝去接受 你不要去用 就是拒绝嘛 对啊 神给的恩赐 你怀疑你不去用 所以当你用的时候呢 神就帮助你 最后一个什么呢 欺骗 本来你没有这个恩赐 然后给魔鬼留地步 或者应做一个人按手说 哦 你是先知这方面 所以你就乱乱发育言 哦 上帝说呢 你要嫁给我 哇 糟糕了 不嫁给你不行 因为你是先知啊 所以很重要的 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所以我们说 S-H-A-P-E 第一个什么 属灵儿子 第二呢 你要找到你的生命的特质 就是什么呢 找到你的什么 哈 找到你的心跳 就发现呢 你内心的那种深处的日情 就当你做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很兴奋 那一个呢 就是你的心跳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有些人讲到主的话 哇 他在里面跳了 很兴奋 对不对啊 有些人讲到主的话 他说哎呀 很累啊 肯定的你没有主的恩赐了 OK 所以是说呢 这个很重要 上帝赐根的特别的日情呢 让你呢 主要目的能够什么呢 容神一人 那什么是你的心跳呢 就是你生命的中心 也就是说呢 你的心跳 可能是神对你呢 面对一些 某一个群体 或者 对一些的专业 或者某一种类型的 某一种形态的 这个服饰 你非常的有兴趣 那有一些呢 有些人呢 对某一些 这个好像说 对中医方面的 一讲到中医的各方面呢 他对那些药材的研究 为什么 他有这个兴趣 你说这个我可以 成为别人祝福 可以啊 有些人就种了很多草药 去行医啊 免费的供应别人 这个什么呢 发挥上帝所给你的 有时候呢 神特别给你这种特别的负担 去帮助那些特殊的儿童 你的特殊儿童对于些人来说 哎呀麻烦 但是对一些人的话 这个就是我的机会 对不对 有些人是特别对这个热灵的人士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 当你在服饰当中 什么是能够使到 你有这种的passion 这种心跳的话 那个呢 就是你的 这个的生命的特殊 也就是你的 所谓的情绪的脉动 对不对 有些紧张的话 心脏会跳 但是你一服饰的话 那种的兴奋感呢 是无可言语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表示什么 当你有这种心跳的时候呢 你会特别 这件事情的话 你会特别关注 包括报纸 有关类似这方面的 你都会去什么呢 会去什么 花时间去研究去了解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你的心跳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要常常问我们自己 什么是我们的动力 当你在服饰的时候 你关心的是哪一群的人 就是说当你发挥了 不一定是在教会里面 在这些社区有许多多 社区关怀的工作 你有关心哪一种的族群 或者呢 有些哪一个 你是可以去满足 他们的这个的需求 而且你这样做 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相信你这样问的时候呢 你会找到 你的这个心跳 或者说呢 去实现 你的这个 的梦想 所以我们讲到S 代表什么呢 N次 H代表什么 心跳 A代表什么呢 A代表你的才能 这个才能是什么呢 与生俱来的 有些人一出事呢 就有这个音乐的细胞 有些人一出事呢 舞音唱得不全 有些人一出事的话呢 就有这种什么 一跳起舞来的话呢 是与众不同的 对不对 就是上帝给你的那个什么呢 天生的才华 是要你什么 为主而用 为主而跳 Amen 为主而唱 为主而做 因此你能够去影响 其他的人 我相信呢 上帝已经给我们每一个人 你必须要去发掘 你的才能 为什么呢 给你的才能 要你把这件事情做得好 你有这种才能 你才能够把 这个的事情做得好 所以一个人呢 如果不知道他的才华的话呢 不但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会去使用 你会发现到呢 难怪今天有些人觉得 人生的时候 没有意义 没有目的 没有价值 因为呢 他没有办法找到 他的他自己 没有办法真正去 发挥他的潜能 当你越发挥潜能的时候呢 你越肯定你自己 越不当自己被肯定 而且能够成为 别人的祝福 我相信呢 你必须拥有才能 你才能够呢 更加的清楚 表示你的永运 你的才能 就表示什么 上帝要把你 放在哪一个的岗位上呢 去做他 要你所做的事情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相信神给你才能 乃是因为呢 有一些的托付 神的托付一定什么呢 配合他的才能的 如果有些人呢 对音乐有兴趣的话 我相信呢 你在音乐的领域里面 上帝一定会什么呢 使用你 你在教会的音乐的事工 这个服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越服事的话呢 越有上帝的恩高 为什么 因为这是神呼召你 神呼召你 所以神给你这种什么呢 这个音乐的才能跟才感 所以弟兄姐妹要鼓励你 在任何的境遇的当中 让我们去发挥 所以很重要的 你的才能就是什么呢 问你爱做什么 那个就是你的才能 对啊 你的才能会使你喜欢 你喜欢做什么 所以不要呢 单单只是说属灵方面的 在日常生物的当中 你喜欢种花吗 这种花就是你的才能 你可以从那个地方发挥 对啊 种了美丽的花 请人来观赏 中秋节 喝了这个中国茶 在那里来跟他分享 主的爱 所以哪一些东西 你的才能是什么呢 做起件事情的话 你信心十足 对啊 但是做另外一件事情 那我不能不会 所以你做起事情 你爱做 而且信心十足 那个呢 就是什么呢 那个就是你的才能 这是你的才能 所以呢 我深信呢 神都有给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我相信 我们需要不断的 每一天这场生活当中 把握每一个机会 不断去寻求 我相信呢 神您去用的时候呢 神能够向你写明 你有些什么的才能 所以很重要的 所以SHA 还有什么 P 每个人性格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啊 所以哪一个性格比较好 没有一个所谓好跟不好的 特别在团队的配搭当中 夫妻有些什么慢拍的 有些快的 所以一快一慢 刚刚好 两个都慢的话糟糕 两个快的话都丢冲 对不对啊 所以每一个什么呢 发现上帝造你的本相 这个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神给你的那个个性 有些比较内向的 比较外向的 这些呢 上帝都能够用的 为什么上帝死云 你为什么你是内向呢 因为上帝呢 造你 就是要你成为一个内向的人 有些人是对数字有兴趣 对事有兴趣 有些人是对人有兴趣 你就说多做一些 做人的工作 对不对啊 所以我相信呢 就好像一个 把这个玻璃的 这个Rick Warren说呢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个性 这个个性就好像什么呢 彩绘的玻璃 这把彩绘的玻璃 把它拼在一起的话呢 就能够什么 在阳光的照射 神就是光 你会发现到 能够使这个彩绘的玻璃 什么 变成什么呢 非常的 我相信我们每个一项 个别的话 看不出的美丽 但是把它放在一起的话 你会发现到 每一个眼神呢 都有它的这个独特 所以这种姊妹 我们不要拒绝 你必须要了解 你要接纳 上帝造你的本性 为什么呢 就好像呢 上帝给你的 每个人恩赐不一样 你有不同的日情 Passion 你有不同的才干 同时呢 神也给你呢 不同的个性 跟这个本性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 个性有不同的 有些是属于乐观型的 有些是属于比较 比较易怒型的 那有些人呢 是比较是属于忧意型的 有些人是属于什么 冷静型的 但是这样的呢 在一起的这个搭配 在一个的公司里面 在一个的团队里面呢 我们都需要这些不同的人 所以就是说呢 今天我们从教会的 事工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没有什么所谓好跟坏 或者对错的这个个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不同的个性 包括我们教会里面 同工也是一样 有些是很充的 那有些呢 是冷脑冷静的 这个很好吗 就能够去思考 去分析 所以我们深信 我们要珍惜 在任何团队的当中 我们都能够有所的 这个贡献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 要了解你的个性呢 我相信呢 从两方面 第一呢 你跟人交往的时候 问你自己 你是属于外向型 还是内向型 或者你是一种 有些人是属于 自我表现型 还是自我约束型 或者有一些人呢 是什么 是属于合作型的 喜欢跟人家一起搭配的 但是有些人是什么 顾虑的 是竞争型的 那当你知道你与人交往的模式之后呢 你必须要去什么呢 去这个发挥 当你发挥的时候呢 你去了解你这个回应的机会 但有些人呢 特别呢 有些做投资生意的话呢 他是比较 这个属于高风险的 但是有些人呢 就是什么呢 他的回应的方式 什么呢 高风险的东西 他不敢做 但是呢 没有所谓对错的 有些人呢 借一个回应的机会 当有机会来的时候呢 他看重的是人 有些人看重的是事 那有些呢 是什么呢 他是领导型的 但是有些呢 是跟随谁 就是说当你发现 你是跟随型的话 你就好好去跟随一个领导 来促成这个美式 所以就是说呢 有些是属于这个 都挑大量型的 有些是属于什么呢 团队合作型的 那有些人喜欢做什么呢 routine的 但有些人是什么呢 希望不要有挑战性的 每一天呢 都能够经历多样化的 所以这些呢 都是表示我们每个人呢 都有不同的 这个的这个个性 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呢 你的事奉的岗位 不符合上帝给你的设计的话 你会发现到呢 你很难找到 上帝为你预备的 这个天国的 这个的目标 所以很重要的 要学习做你自己 OK 所以呢 不要埋怨你的个性 是属于这样的 你就让神给你 找到你的 shape 的后 就好好的去发挥 你的那一方面 所以弟兄姐妹 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说阿们吗 阿们 所以就是说呢 在生活当中呢 没有不对的人 只有对的人 做不对的事 所以呢 你要做对的人 要做对的事 但是很多时候呢 对 但是呢 做的事不对的话呢 所以就变成 都不对了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当我们再去发挥 我们的才能的时候呢 我们要选择什么呢 找到对的人 做对的事 这是很重要的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代表我们的经验 那你的经验呢 我相信呢 神给你过去 一些很多一些 美好的祝福 但是有些呢 是负面的 但是我深信呢 当任何事情的发生 你的过去 不管是好 是坏的话呢 神都会大大的使用 举一个例子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说 你在你的事业上 你的人生的 人际关系上 在教育上 灵性上 有美好的成就 但是呢 你的一些 这个痛苦的经历 好像我们教会的 这个 这个 单亲的 妈妈的事工 是怎么形成的呢 就是因为 一组的姊妹 就是因着 先生的去世各方面 所以他开始知道 单亲妈妈的 那种的 所面对的挑战 所以因此呢 你会发现 教会很多很多的事工 都是什么呢 都是因做这样 而产生的 我相信呢 这些 负责单亲的 这个事工 都是什么呢 都是他们 有这一方面的经历 所以呢 你的这个呢 痛苦的经历呢 也能够帮助你 找到 你生命中的 这个形状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晚上呢 最主要是说 我们是独特的 阿们 所以神给每一个人呢 都有不同的 生命特质 这个生命特质 就叫做 shape 第一个什么呢 你一定要好好祷告 找到你呢 生命中的什么呢 属灵的 这个恩赐 第二方面 你在 你去做的时候呢 什么东西是 你爱做的 做点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你有产生那种的 日程 那一个呢 就是上帝 要你朝这个方向 去发挥的 第三呢 神给你天生的 一些的才干 还有呢 这个 你的个性 跟你的经验 都能够来成就 OK 所以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最后呢 我简单的 在这里说 很重要的 透过今天的信息 就是要帮助 我们每个人 成为什么 不是成为 你要成为的人 因为呢 神 要你成为 那个人的话 神呼召你 神一定给你 恩赐 资源 来成就 那如果你 做你要做的话呢 我告诉你 要靠你自己 所以我们要靠神 所以求神 帮助我们 能够成为神 希望我们成为的人 所以就是说呢 今天呢 最严重的罪 不是欺骗 最严重的罪 不是奸淫 最严重的罪 不是偷窃 而且最严重的罪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什么 没有成为神 希望你成为的人 怎样呢 让我们好好的祷告 找到我们每一个人 生命的命定 你的形状 然后呢 在你的职场 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你的事业 是你的副业 你的事业 只是一个的平台 让神有机会 透过你在你 事业的平台上 来什么呢 发挥你那生命的特质 来达成神的这个天国的目标 阿们 感谢赵美主 所以呢 让我们透过今天晚上 我们好好的祷告 那如何成为神 要你成为的人呢 第一什么呢 你要去发掘 OK 发掘你的天能 就是你神在你眼中 是独特的 所以每一个人呢 都有不同的恩赐跟天赋 你要去发掘 当你发掘了之后呢 你就越 越操练 你就越得了更多 这是发掘 第二方面呢 你一定要什么 把将你的材杠 给神用 就是奉献 发掘你的潜能 奉献你的潜能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给神的话呢 神一定什么呢 会给你 够用的恩典 去达成 祂在你生命中的命定 所以发掘你的潜能 奉献你的潜能 然后呢 在这个层面呢 你继续不断的 去发展它 OK 我深信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知道 当你去发展的时候呢 知道神喜悦 祂能够帮助你 也超过 当你在发展潜能的时候呢 可能你会犯错各方面 但是我相信 神会给你 足够的恩典 力量呢 去面对 曾经 再振作起来 最后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要发展 你的潜能的时候呢 很重要的是 跟谁在一起 对呀 所以你要去找 有相同潜能的人呢 常常在一起 彼此的鼓励 举一个历史的 Roger Bernicty 在早期 1954年的时候呢 他跑的记录 早期是很特别的 一分钟可以跑1.6 四分钟 跑1.6公里 这是破记录的 但是应做这样的话呢 所以有些人什么呢 就开始做 就什么呢 也跟着了 所以慢慢的是什么 在不久呢 就什么呢 今天全世界呢 这个一公 四分钟跑1.6公里的话 什么呢 有许许多人 为什么 就是应做一个人这样 所以大家就跟着他 朝着同样一个目标 彼此的鼓励 彼此的这个的击法 很重要的 最后呢 我们要学习什么呢 部署我们的潜能 就是说呢 完全的去投入 当你愿意做的时候呢 我相信呢 神能够帮助你 特别那些 有参加小组的 我相信小组 就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的工厂 能够来帮助你 发挥你的 这个的潜能 OK 好 最后呢 那在这里面讲到 在这个 1984年 在Los Angeles 要奥林匹克 所以呢 在Los Angeles 他们希望说呢 在奥林匹克的时候 能够找一只的鹰 那希望呢 这只鹰什么呢 能够训练它什么呢 在奥林匹克的那一天呢 能够飞到什么呢 奥林匹克的中间的 那个国籍 所以但是在整个 Los Angeles 找不到这个 这个鹰 后来他们 找到一个呢 在这个动物园里面 已经12年 未曾飞过的这个鹰 它外表看下去呢 好像火鸡 但是没有办法 他们要训练了 所以但是呢 鹰做12年 这个鹰呢 没有这个飞的时候呢 它在密集的训练当中呢 心脏病爆发死掉 所以怎么办呢 最后只好用人来 来这个代替 用人来这个代替 后来第二天的爆章 它是什么呢 它已经什么呢 好久没有做老鹰了 为什么呢 我们说 为什么呢 它有机会做老鹰的时候 有这个好的机会 为什么它失败呢 乃是我深信呢 这个鹰 它忘记它拥有一对什么 能够飞翔 它有一个能够飞翔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 我们就好像这个鹰一样 求神来帮助我们 神给我们的潜能 就是要我们的 好好的发挥 上一个礼拜 我们张华弟兄有问你 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是什么 你可以给他吗 这是坟墓吗 有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地方 有很多的梦想 很多的歌 你写了 还是还没有发表 有很多 很多的 一些 会被发明 很多的词言 乃是因做什么呢 我们害怕 不敢采取这个第一步 就在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呢 从今年开始 把握每一个神给我们 服事的机会 最后你讲这句话 You can't finish what you don't start OK 你不能完全 你不开始的事情 所以 求神帮助我们 在这今年里面 立定新智在你面前 当有的话 把握每一个的机会 不一定是在一个教会 当然如果教会 可以适合你 参与服事的话 你好像在乙林宴 也是一个的 很好的一个的服事 举一个例子 有些人很喜欢煮的话 我告诉你 我们真是希望什么呢 有时候呢 在医院有病人的话 需要人煮给他吃 你可以说什么呢 希望说 有一组人说 我们愿意 这个什么 就发挥你煮的钱了吗 对不对呀 所以很重要的 所以 求神帮助我们 透过今年 我们强调的这个呢 让我们呢 每一个人 都找到 我们自己的岗位 我们这时候 大家站立起来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爷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今天晚上 能够再次的 透过主天话 鼓励我们 知道我们乃是独特的 也能够在 我们的这个 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职场上面 能够找到 以及发挥 你所给我们的 那一个部分 主我们奉靠 耶稣救命 为主在座的每一位 来祝福祷告 主要让我们今天 不但是听 付出于行动的时候 我深信 我们每个人 都愿意 付出你所 给我们的 不再埋没 你给我们的恩赐材杠 让我们在我们家中 在我们的工作场所 在这个教会 能够多发挥 你给我们的 我深信 我们的生命 就不再一样 如此感恩祷告 那是奉靠 耶稣基督圣明求 阿们